244集 主语是公司 身后的动作是期望 期望身后是一个宾语从句 从句里面开头是个借词 短语当壮语 意思是说通过提高储量的方法 再往后应该是宾语从句里面的主句 但是这个选项就是A选项 它这个化线部分 这个dat相当于又有个连词 那使得整个的宾语从句里面就没有主句了 所以这肯定语法就错了 咱把句子看全 这个it是个代名词 它只在语境中逻辑上合理的名词 这里面比较分别是公司 公司动词是has satisfied 这是一个动词 表示存下或者留置的意思 就是留置 这个留置 再往后enough注意 这个enough它相当于是一个限定词 这个时候把那个钱给省掉了 应该是enough money 如果你去词点查enough这个词的话 它的这个写法叫dt 这个缩写表示限定词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把money省掉了 为什么省掉啊 咱们说过任何的名词短语都是由限定词加形容词加名词构成的 那因为语境中明确的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这三者都可以省略 这里面很明显 就是我存下了足够的钱来去常铺 对吧 所以这里面肯定把钱省掉了 省掉没问题 这可以接受 很经常省掉 再往后to pay 这是个宾簿 对吧 我是留置了很多钱 去偿付什么的 偿付这个claims and是个并列连词 咱们讲过and or 还有but 都属于是并列连词 我们身前身后是两个句子啊 那后面是可以省略的 咱们看后面是什么 说不再需要去用它的利润和钱去配另外一些信息了 对吧 那所以很明显的话呢 这里面等于吧 逐一省掉了 这个逐一眼是这个公司嘛 意思是两个多多并列 两方面的事 一个是说 他已经留了足够多的钱来去支付这些环保的问题了 同时的话呢 他也不再宣估利润和资金来去一年年付这个东西了 所以A选项的话 除了这个廉词debt啊 导致没有主句之外 后面这个句子其实还是挺好的 所以A干掉啊 再看RB RB的话呢 是个被动语态 是enough 也一样啊 是限定词 后面省略了这个money啊 就是省足够的钱 has been satisfied 被动语态 备持偿付 身后啊 注意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定语重句了啊 借词加位置 整个这一堆啊 属于定语重句 只能去修饰这个钱了 是说通过这个钱啊 这个环保就被支付了 这里面啊 2B选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首先呢 最大的问题啊 它这个被动语态本身呢 问题不算是很大 因为至少有主句嘛 还不算很大 另外这个increasing的主语问题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它是个借词端语 借词端语本身啊 这里面的主语问题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它是个借词端语 我们动名词是没有逻辑主语的概念的 主语区分它和伴随啊 伴随咱们说了 是一个doin在聚首或聚没 它本身这个doin里面呢 是分词 伴随里面是分词 分词是具有逻辑主语的概念的 它有两个要求嘛 主语跟主语是相同 另外一个同时发声 记得吧 但是呢 这种gs后面的doin啊 它都是动名词 动名词本身在剧内 不需要出现什么逻辑主语 所以这里面你用被动的话呢 这个主语问题还好啊 虽然也看着不太舒服 但还好 主要的问题在于 它整个这个部分变成了一个定义总局 咱们在a里面啊 这个部分是个宾部 对吧 宾部什么意思啊 咱们讲过 是位语动词给宾与天的新属性 意思是说 这公司留置了这个钱 然后呢 这个钱因为留置 所以能去偿付这些环保问题了 这是宾部的作用 而如果你做定义的话 它只描述这个钱 跟存储这个动作就没有关系了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钱能去偿付整个环保的这个claims 那跟我留置这帮钱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肯定明显不合逻辑 因为这个动作跟你能去支付这个环保的claims 很明显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因为呢 你 因为这其实也有关系嘛 就是你因为留置了足够的钱 所以这帮钱能去偿付嘛 你不留置就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钱就不能偿付 对吧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两个动作是应该有关系的 你用一个定义是并不合适的 另外呢 按的身后是个并列句啊 这时候这个Ital一堆也一样跟前面并列 但后面这个Ital呢 指的是这个公司嘛 是公司不再需要去用利润怎么样 所以的话 前面这个跟它并列的句子啊 也应该是公司干的吧 你前面加这个被动就跟后半句相并列的话就不太合适了 那肯定是公司干两个事 一个是说呢 他存了钱来去支付环保的claims 另外呢 他会用 他就不用再去用这个利润啊 来去这个支付这个事 所以这两个动作应该是并列 并列的话呢 也应该是公司干的事啊 所以b选项 这前面也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b呢 肯定不对啊 语法有很多问题 再看c c的话呢 主语是it 指的是前面的这个公司啊 公司动作是set side 就是流制 那身后的enough一样 把这个money给省掉了 那就是流制很多钱 干嘛呢 for the payment off 这相当于是一个记忆词短语 也做宾部啊 再往后按的身后 给了一个no longer having 注意啊 这个是副词 这个也是副词 所以他真正的啊 第一个核心就是having 这个分词 但这个时候呢 他身前是没有一个分词跟他并列的 那总不能跟这个increasing并列吧 那这也太错了 逻辑肯定不对啊 所以的话很明显这个having啊 在逻辑上应该跟这个流制相并列啊 所以这里面用都应肯定是没法并列了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从小细节来看 这个for payment啊 也不合适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啊 他应该用tupay 这一点呢 跟咱们在820题里面讲的todo 和这个名词以及doing的区别是完全一致的啊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翻一翻 咱们再稍微重复一下 这个todo呢 表示状态改变啊 是因为你的主句动词啊 会影响到这个动作的发生与否 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用todo来表示状态的改变 所谓动作啊 状态改变就是从不发生到发生一般都是这样啊 todo应本身是一个表示稳定的情况 就是你这个主句动词 无论怎么做 这个动作该发生还是发生 该发生 也就是他这个动作本身 这个pay的动作本身啊 跟这个流制的动作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这个题呢 你看很明显吧 这一定是因果的关系 对吧 就是说你因为你流制了很多的这个钱 所以你这个钱能用来去偿付这些环保成本吧 所以这里面这个动作很明显在约束pay这个动作 对吧 就是说我主句这个动作存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pay这个动作会发生状态改变 就是本来付不起 我流制的钱之后就能付了 对吧 这个动作从无到有 你要本来就能付的话 你还流个屁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用todo才合适啊 所以这个forpayment也不合适 他强调稳定了 跟这动作没关了 那很明显不合逻辑啊 所以saken也不对 再看d 这个被动的问题呢 其实跟刚才的b差不多 另外的话呢 这个does no longer having 这个dow号加doing啊 前面都是副词 dow号加doing肯定是一个伴随 伴随两个特点咱们讲过 刚才刚说完啊 主语相同 他的主语 having的主语啊 跟他所修这个动作 他的主语相同 就是这个钱呗 那钱用他的利润肯定不合适嘛 得公司用 对吧 所以这肯定是不对啊 另外同时发生啊 这点其实也不太合适 因为它是两个事儿嘛 一个是我留钱 另外一个是不用这些profit 这两个动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同时的关系 因为是两个状态 没有什么说同时或者是一起发生的概念啊 所以d肯定也不对 再看5亿 只能是5亿了啊 这个主语是主剧啊 主语是公司动作是留 宾宇是钱 依然把这钱给省了啊 后面是民谋 我再往后呢 按的身后 也是no longer have 这个no longer have 相当于就是跟前面这个has and side相去并列的 意思是说我留了钱 就未来就不会再用 会用这些我的利润来去支付了 所以意义呢 哪个点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是无异选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